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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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流電路的功率 我們說這個 功率 它的順值值 是這個 我們用p來代表 pt 它就等於這個 電路的 電流乘上 vt 這個是 順時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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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以現在這個 例子來說 如果 vt 是等於 v sine omega t 假如是這個 ok 那麼 這個是maxima 則 我們定 it t 是等於sine omega t 或者是加5 或者是減5 這要開情形的 它可能超前它 如果電流超前電壓的話呢 這個就是有一點像那個 capaciton paciton 兩端的電壓 它是超前90度 這個不是90度 電流超前電壓是paciton 它沒有90度 是phi 這個叫做 電溶性的電路 如果說這個phi 的話呢 它比它落後 那就是電感性的 到底電溶性電感性呢 你沒有把它數據寫出來 我們是不知道的 那我們講的是這樣子 p t 它就等於 這個乘這個 就等於v x3i x3 x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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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的輸送電 的電路 平率是每秒 每秒六十次 六十分之一秒 這個很短暫的功率 對我們沒有什麼意思 我們要看它的平均功率 但是這個平均值 通常啊 都是 零哦 你把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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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一下 就是說 你如果把這個 這個 你把這個 積分起來 然後對 這是平均值等於零 因為sin curve 是這樣的 sin cos 都一樣 都是零 這是一個周期 平均的話這個正這個負價錢就是零 那電流也是零 電壓也是零 那就沒有意思了 所以我們要算的是什麼呢 我們把電流啊 平方一下 平方一下的話呢 那這個就變成這樣子了 這個也翻上去了 平方一下去平方的平均值 然後再開平方 就得到一個平均值 那個就不會是零 所以 我們現在要求電流的 把電流 不要用這個帶 不要用這個帶 電壓也不要用這個帶 我們就要求它的均方根值 我們先看它的 因為要平均嘛 因為要平均嘛 也要這個平均值都是零嘛 我們就看這個 我們要求電流的 電流的均方根值 我們要求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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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從零到幾 一個週期 一個週期 一個週期的指中平方一下 然後被一個週期的時間來除 然後再開平方 這個就是均方跟指方 這樣才不會是這個積分呢 等於零 那麼我們先來看這個 我們先來看這個 我們看這個 假錄 假定這個I 都是 我們這種 下角先不要考慮 假定I就是這個東西 然後乘上 dT 從0到T 還有二分之一 這個就是順時值 這個要平均的話呢 要積分的話我們要把它畫成背角 因為有平方在裡面也很難積分 我們通常都把它畫成背角 那就是i平方提出來 t在這裡 3平方ωt可以等於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的 二分之一減cos2ωt 所以呢 有個二分之一在這裡 然後一減cos2ωt 乘上DT 再開平方 再開平方 那現在有一個東西啊 你要祈福以後你常用 尤其你們電機器啊 將來交流電啊 還有在電磁學裡面啊 都常用的一個七分 sine nθ dθ 從0到2π 這是0 還有就是cos nθ dθ 0到2π 這個也是0 那麼這裡 nθ 是等於123456 它不等於0 123456 ok 這是背角 sine的背角 跟cos的氣氛 它的氣氛一定是0 一定是0 這個要記住啊 要記住 以後才用啊 然後在這個氣氛的時候啊 這個一分之兩項氣氛呢 一個是1的氣氛 一個是這個氣氛 這個氣氛是兩倍的ωt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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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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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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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被割到二來除 那我們一般講這個 我們說我們的墊是一百一十伏特 那個一百一十伏特是指什麼東西啊? 一百一十伏特是指這個值 而是均方根指才有意思 瞬間值不止啊 瞬間值是等於根號二乘上IMS 這個值是它的最大值 所以它不止一百二的話 我們這個墊壓的最大值不止一百二 同樣的墊 同樣的我們可以得到 墊壓的Root mean square value 同法可得 V, R, M, S 要等於根號二的V 根號二的V 好,現在我們來看這個 我們看這個功率 電阻器的功率 我們當然要講的是平均功率 平均功率 Average 它是等於什麼呢? 等於這個 我們先寫一下 PT是等於 任何東西的平均功率 任何東西的功率都可以寫成V, I, T 不過電阻器的話呢 V跟I滿足O固定員而已 好,現在我們就把這個 把它寫成 這裡有一個地方 我要寫東西 V V乘上I 這都是時間嗎? 多寫一下 時間的函數 V DT 0到T 被T分之一來除 是等於 平均功率是這個 我們把這個 如果你寫成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是V V V M 我把VI都提出來了 VI 這個是 Sine Omega T Sine Omega T Omega T 在電阻來說 這個跟這個是 同像 所以它就變成這樣子 DT DT Average 0到T 好,這個氣氛不好切 因為這裡有Omega 這個沒有啊 我們這裡稱Omega 這個外面除一個Omega 它就變成 它就變成 Omega T分之一 T分之VI 裡頭呢 就變成 5平方Omega T D Omega T 0 這裡要加Omega T 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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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ega T 變成這樣 Omega T Omega T 就等於二拍 於是 我們就把這個 积分 改成這種形式 改成這種形式 以後 我們說這個不好切分 因為它是平方 所以我們把它變成 cos 所以這裡就變成 數拍分之VI 1解 1解 cos 2倍的 Omega T 成Omega T 0到2拍 這個积分 它是0 它只有這個 1Omega T 就是Omega T 被這個除的話 它就變成 2分之VI 2分之VI 我們可以寫成 根號2分之V 乘下 根號2分之I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V RMS 這個是等於I RMS 所以 平均功率來說 對 純電主器來說 就是 這兩個 Root mean square value 的成績 如果我們把 這個 用O5定義帶進去 V等於Ir 代入這個 代入這個式子 我們可以得 Everage Power 它是等於 二分之一 I 平方R R 我們可以把 這個就寫成 I R R 乘下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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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主要是看這個 平均功率是這個 如果是一般的 一般的 我們現在不要再說 純電感是怎麼樣 純電容是怎麼樣 我們現在就看一個 一般的電路 Vt是等於 Vsin Omega T i t 是等於 i sin Omega T 加phi 如果 是這個樣子 如果phi角是正的話 那就是純電電容 如果正二分之π就是純電容 如果phi是負二分之π的話 它就是純電感 那你這個也不是電感 純電感也不是純電容 那麼phi就不是正負二分之π 它就是在正負二分之π之間的任意的一個角度 那麼這個時候它的 我們說它的順時功率 把它算出來 順時功率 這個算出來 這個就是這個 所以我們在選擇 這個之分 是 這個 神秦 對 已經被 神秦 有 這個 神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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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把它畫成背角 計畫核 用三角函數的公式畫成計畫核 這本來是bi 它現在就變成二分之一的cos cos 加這個 被二除 然後再加上一個 這個減這個 被二除 減這個 那這一減的話 它就變成cos 我們把這個 現在 這個沒有平方 就可以 帶到這個平均 average power 裡面去 average power 它就等於 二 pi 分之一 然後這個是 instantaneous value 乘上d omega t 0到2 平均值 我們可以這麼寫 比較好算 因為它現在是 都有 omega t 好 把這個 帶進來 它就等於 所以 四拍 v 乘上i 0到2拍 cos omiga t 加2 加2分之5 再加3 cos 5 d omega t 平均來說 這個 omega t 這個是0 這一倍 一倍角 兩倍角 三倍角 都是0 那這個是常數 跟omega t 沒關係 所以d omega t 就是2拍 2拍 跟這個約掉 它就等於 2分之1 vi 乘cos 5 乘cos 5 好 那這個可以寫 vrms 乘上 irms 乘上cos 那你看現在 它的功率 跟這個 比起來 我問它一樣 是什麼呢 它有 要成一個 cos 5 cos 5 可以 零動的時候 就是說 你電壓 跟電流 同線 那就是 這個就等於 是一個 電阻 電阻 氣 如果不是電阻 氣的話 那它 5 小 就不等於0 那cos 5 不等於0 5不等於0 的cos 函數 那是 小於 1 所以它的功率 通常 比 電阻 氣 來的小 好 那麼 這個 cos 它是 5 稱為 功率 因子 功率因子 功率因子 它叫做 功率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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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是叫因子 有的叫因子 有的叫因子 這個叫做 power metal 如果是 電感器 如果是 如果是電感器 电容器 Fy等于 Fy等于负九氏度 我们是看这里的 Fy是在电流 电流落后电压 如果是电容器的话 Fy等于正的九十度 不管是负九十度还是正九十度 cosyFy都是零 如果是纯电杆跟纯电容的话 它的功率是零 电阻器的功率是什么意思 它把电功率吸收了 把它变成热功率 然后电容器的功率呢 它是把电 把这个 sauce供应的电功率 把它储存在电容里面 变成电能 不过它是半周期 是储存的 另外半周期 它把电能又放出来 所以它的功率是零 电感器也是一样 它从sauce这里吸收的电功率 转变成为它的磁门 磁门的功率 那么另外半周期呢 它就把它的磁门放出来 到这个电路里面去 又变成电功率 所以它也不消耗 电纯电感 跟纯电容 它不会消耗电功率 如果你是不纯的话 是这个样子的话 它有这个功率的输出 当然我们如果是电阻气的话 我希望它产生的热量越大越好 就是效率 它能够从电源吸收越多的电功率 转变成为热功率越好 也就是负载 它的功率越大越好 那么因此 这个cos5 这个值就不能太小 像你如果是90度 那就是零 那你的功率输不出去 那所以呢 我们这个phi的cos5的值 不能够很小 因为太小 你的功率就太小 还是要大了一点 以上我们介绍的是 电功率 电功率 接下来 我们就看几个 立体好了 看几个立体 现在有一个串银的交流电路 有这么一个交流电路 它现在告诉我们一些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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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等于200多亩 C是等于15.0个microfarad L等于230mhz 那么它apply的这个frequency 或者是叫做driving frequency 驱动的这个频率 就是它的频率 60个hz 60个hz 还有就是它的 它的 maximum 的emf是36 B 好 现在要求 A A I 买谁买 B 范图 修范 A 有时候像这个题目它不换图 它就是一个问题 它就是一个问题而已 它说有一个串联的 RLC 电路 这个是多少 这个多少 这个多少 让他们去买这个 那这个时候呢 你最好 就是把这个电路 画出来 我从头到膳膊都教你 要能够画图的 你都尽量把图给画出来 这比较不会出错 好 那现在我们怎么求 怎么求I am 你怎么求呢 你要怎么做呢 我们做题目啊 总是要有一定的这个思路 不要去乱思 这等于真正等于又错 是来是去这样不太好 你就想 它要求I am 最大的总电流 那总电流 它的这个 maximum可以等于什么东西呢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 比如说 要求这个 总电流 那你就把这个关系 写出来 maxima 所以 vmaxima over z 来除 那vmaxima 就是这两端的端电压 这个端电压就是电动式的正伏 所以它是等于 三十六点零 伏特 那现在要求z啊 z知道你就知道 i am是多少 z等于什么东西呢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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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要算出來 所以我們一個一個算 一個一個算 OmegaL等於2πFdL 那它是等於2π 乘上60Hz 這裡本來應該要寫個Hert 每個量都能把單位寫出來 那我們節省一些時間 我就告訴你這是Hert 我不寫了 然後呢 再寫它的L L是230mH 這個應該寫Henry mHenry就是10-3 Henry 這個算出來是多少呢 86.7個歐姆 這個已經知道了 阿爾他告訴你了 這個知道 現在請這個 其實你可以在這裡 把這個也寫上 比較 好一點 好 那現在我們就看這個 Xc 它是 OmegaC分之一 它是2πFdC分之一 它是等於 2πFdC分之一 60Hz 然後C是等於15個 m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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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10的xu6 10的xu6 這算出來 是177歐姆 然後4 R呢 告訴我們是200歐姆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Z寫出來 Z就等於 200歐姆的平方 平方,加上86.7 減掉177 算出來是 219歩 這個都有了 Z有了 這個有了 所以 Im 就等於 Vm 30 6.0 被 219歐姆來除 這是伏特 這是歐姆 你自己算算看 等於多少安培 多少安培 好,那麼 再來要求他的 Phi 他的向體 Phi 我們就 記這個式 這是buck tangent 串聯的話 是xl xc over over R 那這個都算出來了 那我們就把這個 帶進去 86.7 減掉 177 200 來除 這個 是 等於 負的 24.3 度 或者你可以把它 畫成 radius 負的 0.42 叫breed 不一定要兩個多寫 你寫一個 那你寫兩個是最好 因為 改考卷如果 改得多了 他的標準當然是用這個 你用這個 他要給你換算過來 對不對 或者他用這個 你用度 他也要換算 你就把它 都寫一下 好 我們 再看一個 題目 OK 還是串聯電路 還是串聯電路 我們 講聽他的 Ipsule Maximizer 120 F Driving Frequency Z 是60.0 Hz 電阻 是200欧姆 Xl 他現在告訴你了 他不是告訴你L 他現在是告訴你Xl 所以在圖上面就把這個寫成Xl 這個寫成Xc Xl是180欧姆 Xc Xl 本率150欧姆 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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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求,第一個,part A, 求power factor,跟這個角度, part B,電阻消耗的功率, 電阻消耗的功率,part C, 如果電流不變的話, 如果電流不變,還是用這個電流, 那麼我們要, 要得average power, 它是等於maxima, 它是等於maxima value, 我們要換一個capacities, 換一個capacities, 它的capacities, 換一個capacities, 它的capacities是等於多項, 好,那麼, 求power factor, power factor是什麼? 這個phi是什麼東西? 這個phi是什麼東西? 它是等於, 我們,你就記得, 以前我們畫過電路, 電阻, 這個, 這個, xc, 但是, 這一次是這個比他大, 不過,你畫這樣沒有關係, 這個是,vr, 這個是, vl-vc, 那麼, 這個, 這是 phial, 這個是 v的, vmaxima, ibaxima, 它是原來這邊, 被 reselect從這邊處啊, 所以我們就知道cos5是等於v over vr 我們都用這個總電流好了 這就等於iz被ir來除 這就是z over r 這個稍微記一下 你如果把這個都換成impedance 這個z,這個就是reactance 這是電阻,這是電阻的resistance 其實這裡也可以寫成cos5 它是等於z over r 就是iz over ir 最後結果還是這個 我們就用這個 你就稍微記一下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值帶進去 就是r over z 我寫錯了 cos5 這個被這個除 所以這個被ir 變成iz 我寫錯了 我們把值帶進去 它告訴我們r是200 200 z呢?z還沒有算 我們先把z算出來 z就等於根號 r2平方 加上xl cfc的平方 這個就是等於 200歐姆的平方 加上80 减150的平方 等于211.90欧姆 好,再进去我们就可以去cos phi 对不对 所以cos phi 200 被211.90来除 它是等于 差不多是0.944 0.944 好,phi求出来了 cos phi求出来了 phi就等于attention 0.944 这个等于 正负 1正负19.3度 所以我们这个是一步突一步 它问你cos phi你就把cos phi写出来 这里头R知道,Z不知道 我们先求Z 现在Z也知道了,I也知道了 代替G就得fi 我们 就是从它问的问题 开始推 你就不会乱做 乱做一通 乱思一通 那个 做起来没有头绪啊 很难看啊 好,那现在我们就看part B 这是part A part B part B要求电阻消耗的电阻的功率 我们刚刚算过了 它就是I Malxima I就是I 我们就写I就好了 I 平方R 它是等于 120伏特 211.9的平方 乘上200欧姆 这就等于 64.1个瓦特 part C part C就是共振的时候 这个 它讲到最大功率 那就是电流 电流最大的时候 R是一样的 R是保持不变的 那么 那么 I 要等于 Maxima 那我们就 写 我们说 X C 等于 XL 就是共振的时候 P Average L等于 P Average 的 Maxima Value Omega Omega 我们现在是换成Nu 新的 原来电子再进去 它不是最大值 我们现在要它最大值 就是这个 关系 所以 Nu Capacitance Nu Capacitance 等于 Omega XL 分之一 它是等于 它是等于 2Pi F XL 分之一 我们把这个 再来算 2Pi Driving Frequency 是60 XL 80 分之一 这个算出来 它是等于 3.32 乘10 的 负5 次方F 要等于 33.2 Microfarad Microfarad 好像 这种题目你就要 多算一算 你就会 它们之间的关系 就会很熟啊 你都不去算它 有的都没有看 人家算好 我来看 你看得懂 到底做的时候 你会有问题 所以你还是要 亲自去做 你才会懂 OK Driving Frequency